和农业部门请来农业专家和农业科技人员 到农家到田间地头举办各种农业培训班 传授种植养植等各种农业技术知识 指导农民加强对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 即使目前全省已举办各种农业培训班 1万多个300万农民接受了培训 平遥县还有80名农民自费进入山西农大系统的进行学习 河南省周口地区30%的耕地 今年因湿度过大 板结严重 以至发生大面积小麦文枯病 当地农民从北京请来专家 现场查苗找病根 并制定出麦田管理方案打印成策 分发到各乡各户 河北省大力推广以大鹏温室和地膜覆盖为主的设施农业技术 河南三河等线建立起4万多公顷日光温室 环绕津津形成了一条冬季设施农业产业带 既丰富了城乡人民的菜篮子 又充实了农民的钱袋子 在黑龙江省 农民们利用农贤搞起了多种经营 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因地制宜 种青菜 养肉鸡 搞运输 比着干 抢着赚的东芒景象 隋化 齐齐哈尔等地 大约50%的农民家家有项目互互搞经营 赵东市昌武镇农民形成了收购大鹅 羽绒加工和销售一条龙 每户农民一个冬天就能挣到近2000元 安徽省邦布市农村则利用农贤 开展评选 遵纪守法光荣户活动 各乡镇都成立了评选小组 对屏障的农户张绑公布 由村干部敲锣打鼓挨家挨户送牌挂牌 目前全市已有35万农户屏障的 遵纪守法光荣户 通过实施这一活动 当地农民打家斗欧的少了 学科技用科技的多了 关心社会工艺事业的多了 农民们称这一活动为农村精神文明的细胞工程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广州军区某部班长贺胜良和妻子甘建华 以不同的方式共同为国防事业奉献的光和热 分别被广州军区和四川省 授予模范班长和爱国佣军模范的光荣称号 近日又荣获全国复联颁发的美好家庭金奖 近看报道 贺胜良入伍16年中父母先后患癌症 结婚后妻子也患重病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安心在兵的岗位上做奉献 他苦练军事技术 被誉为南国天线王 他当班长10年带领全班出色完成80多次 极难险中任务 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良好的军政素质 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士兵 1993年贺胜良服役期满 地方让五家大公司争相聘请 但部队仍需要贺胜良继续留队 他和妻子甘建华商量后 又一次服从了部队的需要 就是凭着这种挺一挺的精神 甘建华始终如一地支持丈夫安心服役 为了给患癌症的公共婆婆治病 和供两个小姑上学 甘建华卖过菜捡过破烂 还瞒着丈夫一个人到数千里外的沿海地区打工 由于积劳成疾 甘建华先后患了直肠癌 卵巢肿瘤 曾三次手术治疗 躺在病床上的甘建华 仍惦记着丈夫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只要稍有好转 就帮助贺胜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贺胜良夫妇为社会做出了奉献 也得到了社会的回报和军地各级领导的关怀 广州军区总医院先后五次为他们减免医疗费 广州市白云区每月发给甘建华500元特殊优待金 社会各界群众也纷纷到医院慰问看望 使贺胜良夫妇更加感受到党的温暖和人民的厚爱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扬州大学农学院充分发挥高效科研和教学优势 深入农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请跟报道 李兰青指出 实行农科教结合是实施科教新国科教新农战略的重大举措 也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各地要把农科教结合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 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切实抓出成效 据了解 经农业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等十部委的通力合作 我国目前已建立了12个农科教结合示范区 节目期间 我为农科教结合工作 要充分发挥示范区的带头作用 要加强对农民的彭信和教育 要节目 要彭信一千万名或绿色重书的农民 和二百五十万名农民技术员 同时呢 要通过农科教结合工作 大力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 使科技进步 对农业的供应范围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这是中央台福建台和三明台报道的 国家教委农业部林业部11月28号联合在北京召开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经验交流会 研究加快高等农林教育改革 更好地为农村农民服务 据统计七五八五期间 仅中国农业大学等三十四所高校 开发推广的年经济效益 在百万元以上的科研成果 就有六百多项 造就了一大批坚持为农业服务的大学生 据了解八五期间 农业高校生在县以下农业系统单位就业的 达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林业院校毕业生在林业系统基层单位就业的 达到近百分之七十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扬州大学农学院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和教学优势 深入农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请看报道 最近几年 孙农老师在我们这里搞试验 帮我们搞农田改造 年轻农改造 他们现在产量提高了 前面经济都被忽悠起来了 记者在祥水县老手乡一户农民的家门上 看到了这样一幅对联 家家全靠科技致富 子孙不忘苏农老师 当扬州大学农学院开始在祥水县 开辟科教兴农实验区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晴天白茫茫 雨天水汪汪的严浅荒滩 十多年来 学院在苏北平原上建立了三十多个科教兴农基地 投入科技成果三十多项 获得经济效益近五亿元 扬州大学农学系的学院农副教授 为了推广适合严谨地区生长的高产水稻 扎根农村十一年 穿坏了四十双雨靴 动物科学系的黄永宏教授 放弃海外优厚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在祥水县一吨就是七八年 从八六年到现在 扬州大学农学院共有四百多名 像黄永宏薛人龙这样的教授 副教授和其他老师 在苏北农村的实验区工作过 他们给农民们送去了科学技术知识 同时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 用得上留得住的科技人才 在不断开拓农村科技致富道路的过程中 扬州大学农学院 依靠科教兴农基地这一载体 在八五期间 完成了一百多项科研公关项目 其中四十多项 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加 那么通过三四口教兴农 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 在农村里得到转化 使农村经济得到腾肺 也开达了一条高效于地方 设施集合的路子 解决了民意义和预考脱袭的问题 这是江苏扬州台报道的 铁道部昨天在哈尔滨部署 1997年的铁路春运工作 警察报道 1997年